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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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OEN 大概在一年多前喔 我們家裡面有一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基本上我們就拿來當倉庫在使用 所以裡面非常 非常的亂 那時候我想要在家裡面弄一個工作室 所以我就 花了一段時間 然後丟了一大堆的東西 還把牆壁啊 弄乾淨 然後把東西都整理好 所以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位置很整齊啊 然後有 辦公桌啊 如果是在這裡面拍一片的話 就把相機放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正前方這個位置 那時候等於就是把所有東西都往這邊 因為這幾天就是 我老婆因為換工作的關係 然後她就把原來在學校裡面的東西都搬回來 所以她就決定她要 重新再整理一下 就前面這個區域 經過她的整理之後 其實已經 算是真的是 真的是比之前乾淨很多了 像我之前在這裡 就是上那個 線上體育課的時候 那真的是快要死 那就是因為對面這個距離 本來很窄很窄 然後我只能站一個很憋屈的位置 就學生看到我在那邊 帶他們跳那個 對你愛不玩啊 或是跳那個健康操的時候啊 就是很窘迫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就是經過老婆收拾之後 已經算是變得有蠻寬敞的 不過我們想要進一步的 再讓她更寬敞一點 其實這件事情 本來在我剛開始收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想過 只是那時候覺得 真的蠻貴的 然後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做 那既然這次 趁著她把這個地方 算是收拾得還不錯以後 我們就想要去買那種 鍍鉻的架子 然後把可以往上疊的東西 往上疊 那當然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然後又必須要考量到安全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買到那種頂天麗麗的架子 讓它比較不會有可能往前傾倒這個問題 那因為那個牆壁 畢竟不是我們家的嘛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在牆壁上打洞啊 然後把它固定在牆壁上面 我們會去土層的特立屋 因為那些特立屋比較大間 其實前幾天我們已經去過 三峽北大特立屋了 可是三峽北大特立屋 它那個尺寸規格 不是我們想要點 OK 那我們就去特立屋看看吧 走 阿哥阿眼 這是我們來特立屋買的所有的層架 然後我剛剛是阿瓜 我剛剛挖在開場裡面 忘記拍攝影機了 所以現在只能直接 就回家吧 OK GO 好我們 現在隔天早上啊 我們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搬回家來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市場買菜 然後買完菜以後 回來再開始 搞這些 把它弄起來 OK 那我們先去買菜囉 掰掰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先把這一堆東西 都先移到外面去 然後我們再開始組裝我們的 那個 鍍鉻的層架 OK 開始吧 這一大袋 是桌遊 超重 欸你超過了 六四 六四 這一大袋是我們 結婚的 婚紗 罩的那個粉粉啊 什麼卡片 然後剛才拿出去一個 我們結婚罩的那種 大的那種 沒有放在床底下 他想說床底下是結婚罩的粉末 沒有放在床底下 因為我們家沒有辦法放床底下 我們 放一下是 結構殺蛇 那種 現在介紹那個 瓶 冰桶 超好用的 好 OK搞定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 吸一吸 好我們稍微把它 擦一下 好那因為我們這是那個 結構很複雜喔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寬122公分的 然後前面這邊呢會再有一個寬35公分的 就是這塊我們想要讓 上面可以放一些 多的書 然後下面那邊可以弄一個 小柚的畫架 讓它可以在那邊畫畫 所以結構上面會稍微複雜一點的 應該講說就是疊了很多東西 所以 我們現在就來先試試看吧 然後下這支的話就是210的 就是兩支架條210 那我會建議的就是 先不要把它裝起來 因為你又一直從上面要裝那個實在很麻煩 所以你先從下面的這個開始 這個是挺天麗麗的 我也是第一支用 我給它研究一下 它上面會有一個 這個部分是可以讓它伸縮的 挺好 雖然用這種層架很方便啊 不過我覺得它小小小小小的缺點就是 你凡事直接用到這個東西的 全部都要想得好好的 不然的話 只要有錯誤就會很難改 要插外套 好 嘿 嘿 嘿 雙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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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腿是腦袋要清楚啊 雙腿 順序不能搞錯 搞錯我就哭了 呵呵 好,我現在把牽了前的牽擋片先裝上去 好,我們一扎眼的功夫現在已經變成長這個樣子了 算是不錯喔,已經完成大概百分之四十了吧 好,我們繼續加油 GOGOGO 我們現在已經上到第三層了,接下來我要把 頂天的那一根要上去,所以等一下會有點麻煩也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來把最後的部分弄上去 OK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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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Thanksgiving 我沒吃 我沒吃 我的天 bac 我沒吃 我要吃 我來吃 完成了 我們的架子 那其實我們後來想一個問題 剛好需要就是 我們那時候問他說 請問一下那個 我可不可以裝頂天立地上去就好 他就不需要整支頂天立地的 就是他頂天的部分就是那個結構 然後裡面一根管這樣而已 後來我們這樣試還真的可惜 所以我們 我們剛才討論強烈建議特禮物 你可以買那個頂天立地裡面 那一個跟上面這個部分就好了 不需要整根管一起賣好不好 235公分 不是每個架都這麼高嗎 總之呢 我們現在這個 架子都弄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東西 全部裝上去 然後 希望這邊就可以清很空 然後可以把我的桌子敲一敲 OK 那就這樣繼續努力加油 好 我們終於說得差不多了 整個都頂天了 好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希望小優 可以在這邊 他現在就是他的畫架 然後我們就可以希望他可以把 有東西拉出來 然後可以在這個地方畫畫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現在變得超 超空空的 所以他們可以 偶爾在這邊玩一下 不要送好的東西就好了 然後上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書阿 把書放在上面 再多疊一點 放上去 那像這邊的話 這三個是我的包包 就是我是一個 還蠻愛買包包的男人 那這個是最老的包 比較久的包 這是我在香港那個包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 尤其他可以裝得下一個 外套 在前面這個袋子 然後這個的話 事實上是 你看到還不錯阿 還硬的 還不錯 然後上面貼的那個 打抗抗抗的那個 貼紙 好OK 那我們今天 收東西 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喜歡的我們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點喜歡 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 訂閱以及 小鈴鐺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請記得幫我們點喜歡 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 歡迎訂閱以及 小鈴鐺喔 好的Vlog 我們又把這個 工作室變得更完善了 OK 謝謝大家 再見 掰掰